一个人的一生 就如同你的身体一样 到处都会出问题 到处都需要调解 没有攀登不了的高峰 只有缺少信心的凡人 红尘滚滚不可贪 遇害沉沦不可得 虚幻颠倒 梦一场 学佛罹患 智如刚 私欲是人的一种 自怜自爱的产物 它只会让你变得 越来越可怜 心态要常保持正念 心态就是你心里 对某个人或一件事情的态度 这个态度来自于你的六根 干净的六根会有一个好的心态 污浊的六根会使你在人间变得非常的苦恼 拥有一个坦荡 清静纯洁的心态 你的心态一定会变得光明磊落 拥有一个不争不贪的心态 你的心将会处之坦然 在这一段时间里有一个不争不费的心态 我会变得光明磊落 你会变得光明磊落 我会变得光明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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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变得光明磊落